美食不想做,派来我来做,今天心情很沉重,今天我必须给朱姐道个歉,为什么呢?因为前两天有的时候说话不小心得罪朱姐了,说一些不该说的话,其实相处一年多,朱姐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,所以说今天我们买点水果,买点牛肉,给老杨和杨哥一起吃个饭,给朱姐道个歉 吃个盐四斤是吧,天不天啊,天不天啊,搞个十块钱的,再给他买点卤菜给他带过去,看有什么吃的,看有什么吃的,买什么都得吃啊 老板娘,出头肉怎么卖的,出头肉上压一斤,这是鹅还是什么,压的,没有鹅吗,鹅没有,没有肉鸡,我想想看买点什么都行,牛肉怎么卖的,牛肉是85一斤,我搞半斤牛肉 然后,可以可以可以,然后再买点什么都行,买点牛肉我不能看买,好 哎,猪舌头怎么卖的,说他60,60吧,他搞一个猪舌头,找了点水果,去看一下我们猪姐,哎呀,哈哈哈,杨哥呢,不要生气了啊,猪姐,哈哈哈,先把这个给他放在这里,买点水果 啊,猪姐,炒菜是挺我吃的,还是什么,啊,哎呀,好吃啊,猪姐都不理我,都是素菜,哈哈哈,对啊,哎呀,谢谢,谢谢啊,今天准备的很丰盛,看到没有,这都是什么菜,几个肉,然后两个素的,还有糯米丸子之类的,很丰盛啊,就是很丰盛,而且猪姐家,它是,在河北土豪级别的啊,你们家几个厕所,猪姐,三个,两个厕所是吧, 来吃饭,来吃饭,来吃到厕所的啊,哎,不,我看一眼,说你们家装修的真挺好的,而且你看,确实是每个人都不一样,你看,厕所都这么大,我的天啊,外面还可以洗发,里面隔两天, 真的是,每个人都不一样,哇,确实漂亮,我也有一套这样的房子,在河北找老婆,真的是,有一套这样的房子在河北找老婆,真的是,有一套这样的房子,在河北找老婆,真的是,清清凉凉,真的,真的, 爸,你能赚那么多钱吗? 我不说我,我说你啊 我能赚那么多钱吗? 我,我,当时也是因为... 这饺子给我吃的 你吃吧,你不是在海外吃面什么 今天啊,到猪姐家来跟猪姐道过一下 那个事情确实是... 确实是怎么说的? 牛肉 直播的时候确实是,有的时候心情不太好 说了有的话不可以说 跟猪姐道过一下,然后 在猪姐家吃点东西,很不热啊 看这个饺子 然后,还跟大家说一下,没什么说的 吃什么东西,哈哈 你的手机响吗? 不是我的 你不要叫他到医院去 对,然后猪姐家跟一块吃个饭 看你的肉 他家的小时不一样 你上次说 你也不要生气了 你也不要生气了 你生气才患呢 嗯 这是舌头 我们平时都很常吃空天 不吃空天 昨天很暖和 我怕热 这个不吃你要打劫的呀 你们两个吃啊 赶紧搞掉点 你别睡了 不然我到晚上怎么处理 我来自己来 你别睡了 你别睡了 我这不是公块 我要有他妈在这,我妈也找到老婆 真的 你到这边买 买他那个老婆小 我去吃 那不小心 我 你怎么掉眼泪啊 我不是掉眼泪啊 嗯 这个饮料你吃 我是觉得人给人不懂你 人给人不懂你 每个人都 每个人都 每个人那就是说这个 条件这个不懂你 这是不懂你 这牛肉怎么这么干啊 很干的这牛肉 真的不好吃啊 你炸点椰子刚才吃啊 你别拌一拌吧 我说 你要拌一拌的呀 难怪 我干它的 都没办法吃了 这些都越难去是吧 嗯 我说明了那家牛肉好的 不是说 我的牛肉可以 小时候猪头肉 八块钱买一点点 买到一点点 那以前的东西那时候好那个 猪头太多了 你天天吃哪还有味道 你想我天天在外面吃 一样吃啥都没有味道 一天买点猪头肉 还抢了猪头肉 我爸抢了吃呢 我爸也要下去了 现在不吃了 现在不稀奇了 比较以前的时候 我刚才吃 十六岁在外面的时候 那个烤鸭我连续吃了一两个月 烤鸭太油腻了 对啊 哇 真好吃啊 太香了 吃了两个月 这个我再吃 几年都不吃 我吃完还是有 你不是喜欢吃生瓜的吗 吃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